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一切相即佛 无若据说 穷劫不尽 你的心可以创造现象 但你若被这些现象所困 所绑 你就是凡夫 故你需离一切相 这样你才能觉悟 你即是佛 离即非距离 亦非远离 讲远离都是方便说 就是说 假如你无法和这个人相处 你就远离他 但以究竟一来讲 离一切相即 我已经不再执着这个现象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虚妄不实的 离一切相 就是拿黑板擦 把相擦掉 就是心中清清静静 佛亦是相 只要把它擦掉了 这一颗就叫无心 无心就入道 无心不是没有心 而是没有一切心 任何一点点心都没有 你想开悟的心 是一切心 你想成佛的心 也是一切心 你想读完三藏十二部经典 也是一切心 古曰 若无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 此心即是吴祖所讲的 不实本心 学法无义的本心 即心即佛 就是你的心保持清静 常保无心 面对所有事情就是平常心 平常心即佛心 即清静之心 即平等之心 你要看看自己 你的心真的有那么多的烦恼跟心事吗 那是你创造的 它压在你心上 让你喘不过气 但你一件一件把它看清楚 它是真实的吗 学佛的人并不是否认现象 比如 我不害怕死亡 并非没有死亡的事 比如 不要有心事 并非他没有事 他每天都要做事 同理 虽然你本来是佛 但你每天也要修 我早上跟各位讲 要起善念 但你并非仅仅在心中起善念 起了善念 做出来就叫做行善 你要行一切善 不做出来不能成立 但你要远离一切的善 这一切善是由你的心所创造 推动 展现的 你执着就迷了 故你应该绝 绝的人必然离开一切 离一切相 更直接来讲 即是虽然行一切善 但完全不执着这一切善 吴若要加以引申 具体说明 穷洁也讲不尽 因为一切都没有离开你的心 就像我上课 从头到尾只讲一个心字 佛法可以用哪个字来代表 心 就像孔子的弟子问他 夫子 你这一生讲这么多道理 可不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 就是数字 先懂数字 儒家的思想就好研究 先明白心字 你佛法就容易懂 但问题是 你常常是口头禅 却无法落实在生活 你误以为你已经将佛法落实在生活了 其实你没有 我同学跟我说 师父有啊 我每天都在做早晚课 我问他 还没做早晚课时你在做什么 做完之后 你又在做什么 早晚课只是你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 有同学说 师父 我一有空就念佛 我说 那还不是落实佛法 你还不懂 你说 就是吃饭时吃饭 睡觉时睡觉 你讲的都对 但对你的生活没有用 因为都是口头禅 都是知识 儒家的忠心思想不离开人这个字 即仁慈 基督的忠心思想不离开博爱 佛家的忠心思想不离开慈悲 故曰 慈悲为怀 诸佛的本怀就是慈悲 你若是孔子的弟子 你要知道如何实践人道 你若是耶稣的弟子 你当知道如何实践博爱 你若是佛弟子 就要知道如何实践慈悲 儒家的人道怎么推行 就是中数的数字 这可以贯穿儒家的所有道理 古曰 无道依以贯之 何为数 你们或许会解释为 所谓数就是 己所不欲 勿兮于人 没有那么狭隘 数 极如自己的心 你想过着快乐的生活 幸福的人生 能无忧无虑 你希望受到别人的肯定和尊重 难道其他人不是吗 你想要过好生活 好人生 哪一个人不是如此呢 从此 以这样的心态对待所有人 就能实践人道 否则 你想要的东西 没有一件是要得到的 简而言之 你只要对别人不慈悲 快乐幸福自在 无忧无虑 心安理得 受别人尊重 你一向都得不到 只要你能展现慈悲 以上所讲 你全部都能要到 我讲的不是一种理想 而是 你为什么不快乐 不幸福 你为什么有烦恼 你为什么有恐惧感 你为什么不心安理得 你为什么不受别人的尊重和肯定 因为你不慈悲 文后思维 如何能契入无心呢 心平何老耻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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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